新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 今天在广东江门打响 曾春磊 刘晓彤效力的北京汽车女排 以3比0完胜云南女排 两位国手在比赛当中交替登场 由于伤病原因 曾春磊和刘晓彤缺席了此前的女排全国锦标赛 北京女排当时仅以第10名的成绩收官 本届联赛 面对首个对手云南女排 两位国手双双回归 第一局 北京队由刘晓彤今夜私职对角主攻 坚营位置由一号任凯义担任 这一局北京队在局中阶段逐渐将分叉拉开 以25比18获胜 第二局开始不久 北京队换上曾春磊 换下了刘晓彤 由两位国手轮番带队 同时也增加与队友之间的配合 北京队彻底掌握主动 以25比13 25比15再胜两局 3比0完胜对手 我们这一年了正规的比赛确实还没有打过 然后之前的锦标赛也没来 然后因为有一些伤病需要康复吧 然后现在来了以后 因为毕竟是第一场嘛 然后主教练想让我们去感受一下这个比赛的气氛 然后大家就轮流都上场去就是打一打 然后就是能跟二船啊 或者场上的节奏配一配 在另外一场江苏中天钢铁女排 对阵河南银哥投资女排的比赛中 江苏女排3比0轻举对手取得了开门红 江苏对阵河南的比赛 赛前大家预测 由于两队实力悬殊 可能会是一边倒的比赛 但是没有包袱的河南女排 一上来就展现出了自己的气势 开场压着江苏女排打 一度比分领先 主教练蔡斌见江苏女排始终没能控制局面 叫了散停 这之后 比分才逐渐追了上来 找到比赛节奏的江苏队 以26比24拿下第一局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进入比赛节奏比较慢 然后还有是联赛的第一场 我觉得我们场上队员没有放得特别的开 也是随着比赛的深入 渐渐的找到了比赛节奏 所以后面会抓得更顺畅一些 接下来的两局 江苏队越打越顺 以25比7 25比20再赢两局 最终以总比分3比0战胜河南队 张昌宁获得全场最高分19分 我希望队员能够 第一场球能把整个的节奏保控好 然后一点一点把 整个我们的整个的智战术 一点一点往上提